要一起穿 一二 一二嘛 三四啊 一二三四 前面 兩隻凹下去的 跟外層沒有關係 也跟這個沒有關係 折下去也沒關係 來這裡剩一隻了 一二三四 對那邊二二三四 所以在那邊 對那從這裡 所以輪口邊到後面 因為它這邊封合了壓跳之後 在下面它就不會彈起來 如果你是從上面只是 挑一隻的時候 有一天也容易就彈開了 然後這個剩最後一隻 一二三四 剛好這裡最後一個洞 就是它的家 對這個內層 我們把它拉一下 噴水 然後外層呢 為什麼我內層挑釋 外層不挑釋 你看你內層的孔很小 外層我就是 挑三就好了 一二三旁邊放下去 往前拿 這個就 怎麼拿兩張 一個一個一個 這樣 往前 隨便一隻往前算 一二三 第三隻旁邊放下來 往前一樣三隻 隔壁旁邊放這樣三 都三 這樣懂了 對 一樣這邊 到很後面 我們再看一下 這裡中間 大家都不會迷路 到很後面的時候 會找不到這樣 來這裡 剩三隻的時候 剛好 一二三 這裡因為有兩層 所以你要看外面那一層 對 在這邊 在這裡 從這裡出來 一隻一隻的穿 然後這裡一隻嘛 一二三 一二 一起一起穿 一二 一二三 要兩隻一起穿 然後最後一隻 一二三 三隻 好 好 好 然後這裡 我們 這裡我一口氣交完 因為這裡 這裡比較 因為這樣 裡面是四 外面是三 這樣其實還好 不會很尖 如果兩個都是四 就太尖了 如果兩個都是三 又太太看了 我們這樣看起來 要夾兩層的感覺 然後我們裡面這一層 外面這一層先拉一下 你們要拉之前就是噴水 好 這樣它能夠比較緊 好 現在我們就是要把剩下這邊 好 來這邊 我們就是 我們先把裡面這一層 來 這裡齁 其實這裡 要怎麼處理 我現在是統一 之後呢 你要怎麼處理 都隨你 有的人說 欸老師這樣 我給它 剪弧度 或是長短 欸我記得 這樣也很美 好 但是他們如果量產 如果這樣其實包裝不好做 所以他們都把它收下去 我們這裡就是 內層先用 好 我這樣你看喔 這一支 是經過一二三 剛好這一個 第三個 為什麼我不要剪到第二個 因為這樣垮距很短 其實不好穿 我們就推到第三個 好 三支這邊 你就先 剪中間 對 你剪外面這邊 你剪外面這邊 讓它平齊 好 然後你先把它塞進去 這個就可能一支一支的這樣比 你可以 我習慣的是剪一剪 我再 就這樣一支一支用 好 這樣 好 這個是內圈 跑出 內圈先做 對 這樣內圈 然後你這邊可以拉緊 拉緊之後 好 就一支這間 下去 把它穿好 那每一個就是 到第三條那邊 好 那今天不要跑出來 因為我們到這邊 就擋住 是很漂亮 不要讓 因為 其實這個除非你有做過 主編的人 才知道 哇 你的時候委在這邊 不然一般人都說 哇 真美 好 好 這裡內圈 好這樣 外圈呢 這一個 好 外圈 我通常也是會到 好 它的主體 一二三到這邊 然後外圈我們也是剪到這邊 長一點 好 外圈我通常會 這裡兩個 要不要 對 插兩 好 這樣 有兩個抵到 然後外圈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說可以把前面這裡有沒有 你假如說 裡面有比較短的 用不住 這裡還可以壓著 好 然後你外圈呢 你再拉過來看是要哪一排的時候 你就順 好它很順就可以了 這樣OK嗎 OK 這OK完我們等一下就把手了 謝謝 謝謝